咦? 又用完光術? 唉, 真是不看油自可, 一看就眼淵了 人家就相相對對, 自己呢, 就隻影形丹 喂喂喂, 拳頭是解決不了感情的問題的 唉, 情為何物呢? 洪梁絲? 天蓬, 你又想什麼? 為了一個情節, 天蓬元帥 終於賣出他創的第二步了 原來世間上的男歡女愛情情塌塌的事 全部都是由越老作主的 他決定要哪一對男女在一起 就會用紅繩把他們綁起來 天蓬心想, 越老你這個老懵懂 竟然把我的上蛾綁在吳江島 他就決定拆散他們了 他又再想, 這條紅繩 應該是綁在我和上蛾妹的腳上的 所以天蓬就決定 沒人呢?這麼晚了, 上蛾妹去哪兒呢? 好可惜七仙女見不到 否則喝醉就麻煩了 天蓬一聽到上蛾的聲音 就馬上做好準備 突然出了一對男人的腳 上蛾, 我很想念你 雖然大家都進了上蛾的房間 但是天蓬就這樣說吳江 賤格 吳江, 你明知道自己酒量錢 就沒喝醉了 我去倒杯茶讓你解酒吧 尚王, 你別走 你坐下再說, 你坐下 酒奶村長之物 你何苦要這樣折磨自己呢? 尚王, 我每天無時無刻都很想念你 尚王, 那種傷屍之苦比村長更黑骨銘心 我和尚不是 不過現在我們寄居在別人的地方 出入也不方便 我不是一樣分分秒秒想去見你 尚王 幹甚麼?你為甚麼跪我 尚王, 你嫁給我 怎麼可能呢?我們是天神 怎麼可以談婚論嫁呢? 被人知道是觸犯天條, 要受懲罰的 我當輸小, 你別騙我 正所謂只善鴛鴦不善仙 與其在天界這裡偷偷摸摸 我寧願跟你私奔 私奔? 私奔? 私奔 鐵鴛一聽到私奔這兩個字 當頭眼火都爆了 但是偏偏的紅繩 又被吳光的腳擲著 拔也拔不出來 但是幸好 我怕鐵鴛拔了出來 不是用來綁上鵝對腳 是用來枯吳光的脖子 不愛江山愛美人 你先起來吧, 我們再重場計議 如果你不答應我, 我長跪不起 好吧, 我答應你 上學妹… 是七仙女, 你快點躲起來 你快點躲到那邊 你快點躲起來 天蓬有機會了 上學妹… 七仙女 怎麼這麼晚 我們見今晚月色這麼好 你的房間又有聲音 我進來和你聊聊天 你們坐吧 坐下, 正好 上學坐定定, 天蓬就有錢剩 但是你看清楚 怎麼突然又多了幾隻腳 上學妹, 你怎麼臉色這麼難看 是不是不舒服 沒有, 可能月色拍照 所以有錯覺 不是錯覺, 是你 為什麼你這麼晚都不點燈 我剛剛打算休息 所以就不點燈 有綁襯手了 天蓬又失敗了 還被吳光她發現了 還不記得針茶給這麼多位姐姐 不用客氣了, 大家都這麼熟了 這麼晚還會是誰呢 說武娘娘 武娘福安 這麼晚到房間沒有打擾你 沒有, 請坐 好 大家一起坐 謝皇母娘娘 原來你們這麼熱鬧 我也算是正確的事實 上學, 你別站住了 你也一起坐吧 好, 明白 正所謂希望在人間 天蓬懷著愛和幸福的心情 準備綁上我了 之前所受的委屈也是值得的 但是, 吳光一直看著 不過, 天蓬又綁得枝枝油油 吳光就越看越急 吳光終於沉住氣 再出老命的一擊 天蓬, 吳光, 你們在做甚麼? 天蓬, 吳光, 天蓬, 你們三人, 威烈仙斑 你安分守己, 各思其職 現在竟然, 私動凡心, 亂搞藍女私情 雖之國有國法, 天有天規 玉帝, 你們明知故犯, 罪無可恕 現在就本帝, 判你們貶落凡間 再次輪迴入錯道 減去七情六慾, 不得再入仙道 玉帝, 他們三人雖然觸犯天條 闖眼靈天大罪 不過, 都不只要輪迴畜生 請玉帝, 你孤念他們初犯 重慶發落 黃姆馬 好, 本帝就看了黃姆娘為你們求情 重申發落, 尚惡 現在就判你獨守廣漢宮 不得離宮半部, 忠老此生 謝玉帝 吳光, 就罰你斬玉貴樹, 無恥無蹤 直至你能斬斷情根為止 謝玉帝 謝玉帝 你本為元帥之職 搶盤天賀十萬兵 為高權重 他竟然恩情辦事 你應罪加一等 他就貶你落凡間 力轉千世情劫 從此至上苦果 謝玉帝 重天賀, 請他們三人推出藍天門 是 天蓬這個癡心人 一直跟著尚惡 希望尚惡會用眼尾去瞎一下他 但是尚惡眼中, 怎麼會有天蓬呢 吳光, 此刻別離成永居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問你 你不用問, 我吳光今生無悔 我也有個問題想問你 你不用問 尚惡這一包圍打得很重 不過天蓬就很痛苦了 你看看他的樣子 自己花了這麼多心血 但是也不能夠得到尚惡妹的愛 在這個時候 天蓬就只有眼睛睛地 看著尚惡惡 多謝照空月恩 你只恨綿綿無絕奇啊, 哥 你很煩啊 來